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离不开一颗小小的螺母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零件 却对机械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当机械受到持续不断的震动时 这些螺母都会逐渐松动 甚至脱落 从而引发重大的安全事故 为了解决螺母松动的问题 人们绞尽脑汁 尝试过各种方法 有增加弹簧垫片的 有双螺母一起扭紧的 还有一种是日本人发明的号称 永不松动的螺母垫片 到底哪种方法更靠谱呢 下面我们就利用这台专业测试 螺母抗松动的测试机来检测一下 首先就是常规的普通螺母直接扭上去 当启动测试机器时 可以很明显看到螺母在强烈的震动下 螺母的松紧度迅速从80降到0 接下来在螺母下面增加一块平面电圈 在同样的震动频率下 松紧度也是从80降到0 只不过松动的时间有所延迟 而当把平面电圈换成弹簧垫片后 螺母的松紧度有所提升 至少不会从80直接降为0 松紧度一直保持在10左右 最后扭上双螺母的测试结果也一样 松紧度还是会随着震动而逐渐下降 而以上的方法都是依靠摩擦来增加松紧度 但摩擦会随着震动慢慢减弱 需要定期对螺丝重新扭紧 这维护起来相对麻烦 但这种叫做Nord Lock的螺母电片就不一样了 它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它包括两个成队的电圈 这个解决方案利用了一种有效的几何原理 即兔轮的轻角大于螺栓螺纹的螺距 Nord Lock电圈在螺栓头下方产生歇形效应 这可以防止螺母在初始沉降后继续旋转 从而保持高度稳定的加紧负荷 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测试这款螺母电片的防松动效果 经过两次40秒的高频震动后 螺母的松紧度依然可以保持在60左右 事实证明 这种防松动电片真的很有效 其实想要拆卸这种螺丝也非常容易 只要扭动上面的电圈兔轮 超越下面电圈兔轮 增加螺栓中的力就能轻松卸载 想要了解更多科学科普之时 记得关注科里探知